地震过后大量破损的废弃物涌进了垃圾掩埋场 花莲市公所清洁队召开了干部会议 针对地震灾害大宗废弃物还有砖头瓦砾收运 订定了标准程序 也请民众先向清洁队预约 并且把需要被载走的废弃物放在家门口 清洁队员会寻线前往载运 花莲市清洁队电话响不停 都是要请清洁队协助载运地震后破损家具的预约电话 花莲市清洁队8号上午也交开干部会议 针对地震后加护大宗废弃物讨论清运程序 可以委托清洁队清运的物品有 包含我们一些大宗的废弃物 比如电视柜子或者床主 因为地震压坏了或怎么样 这个可以进来 还有就是那假如围墙倾倒了 这些砖瓦石块也可以委托我们处理 当民众有需要我们清洁队协助 清运震灾的废弃物的时候 麻烦请告诉我们详细的地址 最好是留下联络电话 那我们会到现场去做清运 那这些震灾的废弃物 请搬出来屋子外面 我们不进屋内也不进院子 包含车子里面我们都不能打开进去拿 因为怕会衍生后续的争端 来到垃圾掩埋厂 原本就堆得像山一样高的垃圾 现在又因为地震将逐渐增加 索性环境部之前来会堪 并且允诺会协助后续的处理机制 目前来讲我们在我们垃圾厂 堆滞有大宗的废弃物和中瓦石块 就是所产生的 中瓦石块的部分目前大概有4公吨了 那大宗废弃物的部分 目前是有33公吨 所以这个量其实蛮大 但是这只是4号到7号的量 后续我们的量还会一直出来 那真的很难评估到底会有多少的量 后续环保署会来协助我们 大宗废弃物和中瓦石块的处理 在这个部分 他有特地交代了我们 花园线环保局的科长来协助处理 那处理的费用会由环保署那边来协助 清洁队表示目前还只是在清运的初期 后续垃圾量势必会再增加 也请民众配合分类 让恢复清净家园的作业可以更顺利 借里会欢迎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